午夜拍案惊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突然一条怪蛇从干尸口中窜出 队员好爱国猝不及防被当场咬死 话刚说一半 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舌头猛地弹起来 其速度恰似离弦之剑 他一口死死就咬住了好爱国的脖子 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为两截 便放松下来了 哪想到这一招是猝不及防 我根本来不及出手救他 好爱国的脸一下儿将住了 他的喉咙里咕咕地响了几声 他想说话可说不出来 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 坐在地上一瞬间就此死去了 这下众人全都惊呆了 陈教授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 我尚未来得及替好爱国难过 突然觉得脖子后边一凉 我侧头一看 一只同样的怪蛇 不知什么时候 游上了我的肩头 他丝丝地吐着心脏 他全身的肌肉 微微地向后收缩着 他张开了舌口 拱起了前身 正准备动口咬我呢 这个怪蛇的动作太快 这么近的距离 躲是躲不掉的 队伍里只有胖子会打枪 可是他正背着小叶呢 手中没有枪 这一番变故实在是突然 其余的人也都是毫无准备 我的心里 如同被泼了一盆凉水 娘的 想不到 我老胡今天死在这儿 我再也看不见早晨的太阳 我知道 我知道毒蛇准备攻击时候的姿态 就是蛇神伤扬 随后舌头向前一弹 用毒牙咬中猎物 我的脖子和脸全都暴露 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 必无可避 想挡也来不及 我正准备闭目等死呢 忽然 咔嚓 一道白光 漆黑的山谷被照得雪亮 那条怪蛇本来已经扑向我的脖颈 半路被那耀眼的白光一闪 他吓了一跳 他竟然从我的肩头滑落了 这一切也就发生在一秒之内 我不等那蛇落地 我挥起了手中的弓兵铲 吓砸 把蛇头拍了个稀烂 碎烂的蛇头中流出了不少墨色的黑汁 我连忙向后对了几步 我暗叫一声 这蛇的毒汁好生了得呀 倘若被他咬中 蛇毒 顷刻就会传遍全身的血液 那是 有死无所谷的血液 那部照相机的闪光灯 他一向是与相机 形影不离的 随走随拍的 想不到 我这条性命 竟是凭了他手中的 相机的闪光灯 就下的 多亏他的反应 否则 俺老胡现在 已经去见胡大了 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 谁知道这山谷中 还有没有那怪蛇的同类 有什么事 还是出了山口再说 于是一挥手 招呼众人 赶紧往前走 这个时候 骆驼们 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 都从糟乱不安的情绪中 平静下来了 初见 萨迪鹏等人 把昏倒的叶一新 陈教授 以及好爱国的尸体 都搬上了驼背 安利满吹着口哨 引导着驼队前进 一行人借着冷烟火和手电筒的亮光 急匆匆地 走出了 扎格拉玛的漆黑的山谷 一直走到山口外的空旷的地方 这才停下 把好爱国的尸身放在地上 天还没有亮 星月无光 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 好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 眼睛后面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有闭上 全身发青 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 更增添了几分凄惨和诡异 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的冷风一击 清醒过来了 在挣扎着扑向了好爱国的尸体 他气不成声 我把教授扶起来 人死了不能复活 我想劝他节哀 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我和好爱国相处快一个月了 平时我喜欢开玩笑 管他叫老古董 我很喜欢他那直来直去快言快语的性格 我今天 想到这忍不住心中发酸 那还得劝旁人 其余的人也各自是黯然落泪 这个时候 远处的天边裂开了一条暗红色的缝隙 太阳终于要出来了 我们不由自主地都向着东方望过去 那光芒 那光芒慢慢地又转为玫瑰色 血红色最后化作了万道金光 太阳的湖顶露出来了 这一颗不变的沙海 像是变成了上帝的熔炉中的黄金 在这如黄金熔江般的沙漠里 一座庞大的城市 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古术的端壁残垣 专木土石的各种房屋建筑 城中大楼无数 最突出的是一座 已经倾斜了的黑色的石头 静静地松立在那儿 与雪丽阳手中的那张黑白照片的情景一笔 完全一样 时隔两千年 惊绝古城的遗迹 果真 还存留于沙漠的最深处 这座京决城的规模 足可以居住五六万人 当年如楼兰等名城 鼎盛时期 也只不过一两万人的居民 三千余人的军队 城市大梯 已经毁坏了 埋在沙漠中 不下千年了 有些部分很难分清 是沙丘 还是堡垒 大多数的塔楼 都已经坍塌风华 就是这样 也能够想象出当年的壮观和雄伟 这里有巨大的磁场 飞机很难飞连上空 又地处沙漠的腹地 估计很少有人能够找到这儿 不知道在我们之前 有多少探险者和迷路的人们 曾经来到过这座传说中的古城 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 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陈教授把好爱国 躺在地上的尸体扶起来 他颤抖着指着惊绝古城 用嘶哑的丧音说 你看啊 看啊 你不是一直想看 这座 神秘的古城 你快睁眼看啊 咱们 他们终于找到了 我心情不好 老头子伤心过度 是不是神志不清了 我忙过去 把陈教授从好爱国的身边拉开 我说 这教授 这这好老师已经走了 咱就让他安息吧 可惜他最后 最后都没有看到这座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古城 这 这 这 他的心愿还 还得靠您完成 您 您可千万得 得 得 我对 我对学立阳心从感激 跟着学立阳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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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这个 这个救命之恩 我就不言谢了 算 算我欠 欠你一条命 不过 不过一马是一马 咱 咱们已经到了 惊绝了 是吧 这个 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 这 这两万美金 胖子一听说 钱 赶紧凑过来补充说 不是 一人两万 是不是 这 这一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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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 四万美金 可 可 现金 结计 结算 薛丽阳白了 我们俩一眼 咬了嘴唇 你们放心 钱一分都少不了 回去之后 马上就给你们 我 我心想 刚刚刚才 提前的事 确实不太合适 我当时心里 就好像打翻了 五位平 我口不择言 说错了话 还是赶紧把话 敲开 但是又不知道 该说什么 我张口结舌 顾左右 而言他 我说 这 这 这城市 这规模 还 还不小 这 雪丽阳 盯着我的脸 他说 经过这些天的接触 我看你们两个 都是伸手飞速 经历 也不凡 想不到 你们就认识钱 看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没错 不过我想劝你们一句 生活中 除了钱 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我 我无话可说 胖子说 不是 不是 这 杨大小姐 您是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下 这 这 这 你爹又是华尔街的巨头 我 我想 您吃饭 肯定没用过粮票吧 您小时候 肯定没经历过节粮度荒吧 所以呢 您就不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 您就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还有 啊 您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生活的教育们 哎 这穷人 没生活 穷人活着 那就是生存 哎 反正啊 这些道理 哎 跟你们有钱人说了 你们也理解不了 哎 今天 哎 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 您要是不爱听啊 您就算没说 现在 现在是找着精觉成了 接下来怎么办 您呢 您呢 尽管 吩咐 是不是啊 胖子刚开始还说得理直气壮的 说到后来想起来 这雪立阳 冲我 冲我点了点头 他不理睬 胖子 拿出水壶 为陈教授和小叶喝水 陈教授 沙中深深深地埋了个坑 用毯子卷起了他的尸体 就地授 最后 我把一只工兵铲 倒插在他的坟前 算是给好爱国 留下个墓碑吧 剩下的八个人 一心 当下众人收拾装备 准备 出发 进城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 要是有人出现了意外 就算这笔钱 我赚到手了 我 我 我怎么忍心花呢 见大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问雪立阳 是否可以动身 出发在即 雪立阳 显得有些激动 她的身体在微微地抖着 不过看不出来 她是害怕 还是紧张 还是兴奋 只见她取出了一个十字架 低声地祷告了一番 随后平静地对我们说 咱们走吧 谁知道 这个时候 安利满老汉 却突然变卦了 她把头摇得跟 不愣鼓似的 说什么 她也不肯进 惊觉古城的遗迹 她说 在沙漠里死了 同伴是不祥的征兆 更何况 好爱国 是被魔鬼的使者 毒蛇摇死的呢 我们无奈 没有骆驼 我们就得一路开着十一号回去了 这十一号能在沙漠中开多远 这可实在难说呀 又转天一想 这安利满应该不会独自逃跑 毕竟一路走到现在 何况她做祥祷的那份工钱还没有拿到手啊 那不是小树木啊 足够她后半生的一时无忧了 不过 我因为太大意 吃过不少次亏了 这回必须得多长个心眼 于是我一把拉住了安利满老汉的手问 老爷子 胡大怎么惩罚说谎 和背信弃义的人呢 安利满说 这 这个吗 会让他家赚的钱吗 全都变成沙子 连他的盐巴吗 也一起变成沙子的吗 最后活活饿死的吗 就像死在黑沙漠里一样的吗 死后也要下到热沙地狱 遭受一千八百种 折磨的吗 我见他说得正中 就把心放下了 他的信仰 让我认定他 不敢做 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